长期在偏头痛的人 然后我后来就是有去检查 然后我的头痛已经痛到 已经变成是晕眩症 比方说像如果像我现在是比较累 或者是比较压力大 各种状况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发 可是这个你想吐 是你吐不出任何东西 那个是最痛苦 但是因为我是本身身体 就是有长期在偏头痛的人 然后我后来就是有去检查 然后我的头痛已经痛到 已经变成是晕眩症 然后后来去查的话 他说我现在的原因 应该是算是前停性偏头痛 然后这个东西呢 他医生是说他是没有办法根治 所以他只能开一些药 就是帮我缓解 或者是避免我再有机会复发 但是也只是避免 而且他说这个前停性偏头痛呢 是每一个人体质 或者是每一个人会发病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说你会遇到 比方说像如果像我现在是比较累 或者是比较压力大 各种状况的时候 他会很容易发 可是这个是我可以预知 就是我尽量让我放松 但是像我的问题是 我比较容易会在天气变冷的时候 就会突然发起来 温度不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我没办法抗 不可抗的 因为我不知道天气会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 那再来就是因为以前 其实只是开始是偏头痛 但是现在越来越严重 就是他的频率越来越快 然后再加上因为可能自己生小孩 然后可能体质又改变 然后再加上各种压力 就真的好容易就是发起来 所以我现在就吃那种长期处方钱 只能就是让我慢慢慢慢压下 前一阵子就有一次因为 刚好是因为不认识路 然后开车的时候 就是我老公开车 然后他就帮我们导航 可是导航明明可以走高松路 可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会想说 这条路没走过 我们去探险吧 走走看 然后殊不知就走一个山路 然后我整个在上面快死掉了 因为小朋友在后面 我不可能坐在前座 我必须跟他一起坐在后座 可是像我这种容易偏头痛或晕的人 一定要坐前座 真的很痛苦 我在后面我整个想说完蛋 然后我女佣在旁边 然后我整个想说天哪 我快真的要死掉 然后你知道这种晕眩症 是让你想吐 可是你吐不出任何东西 那个是最痛苦的 然后我在车上就想说我只能逼自己进入睡眠 你要赶快逼自己睡着 只要你不睡着你就是痛 而且晕眩症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最怕别人说你要不要躺下休息 晕眩症无法躺下 晕眩症越躺越晕 真的 所以千万不要跟晕眩座的人讲说 你躺着休息 我真的会想谢谢你 而且只能看同一个方向 对 你要自己找回那个方向 疯狂地转 他那个转是你真的会觉得天哪 就是你眼睛看 你眼睛看出去 他就是这样子 一直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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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你越躺他越晕 而且甚至严重到的时候 有时候你躺着 可是你就是觉得你一直下坠一直下坠 人一直在下坠 说不定你试着喝咖啡会缓解一点 可是我们喜欢喝茶 茶跟咖啡是不一样的效果吗